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8月26日,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 今天与网友们分享的是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在杰克森霍会议上的一个演讲 那么正如之前LT向网友们分享过的 就一年一度的杰克森霍全球央行行长的这个峰会啊 是全球著名的治理大会或者思想运动大会 就是每年在这样一个务须会上 这些央行的行长们呢 他似乎像是一种智力的大批评 专业的大批评 他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这种经济思想的一种发布会 余会者的这个言论水平在财经界都是最顶级的水平 那么拉加德这次发言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他演讲的这个主题呢是 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三个主要的转变 应该如何面对这种转变 政策的制定者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那么他的这个观点呢 之前是很少有大家明确的指出来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观点 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全球的经济环境 市场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拉加德认为当前全球的经济环境 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深刻改变 第一呢是劳动力日益紧张 那么在全球都出现了这样一种问题 第二是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 可再生能源崛起 包括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过去石油美元的兴旺 那样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第三地缘政治导致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供应链发生了重构 你看你研究当今世界经济形势 当今市场形势 你认真体会还真是这三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那么拉加德的这个演讲 他之所以伟大在哪呢 他不仅仅是提出他发现这三大变化 他还提出了如何对待他发现的这个三大变化 就是说他这三大变化 是不是就那么精准 是不是就是一种定义定律 你看他下面这句话 他说的还是很有水平的 他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转变 是否会被证明是永久性的 但已经很明显的是 在许多情况下 他们的影响比最初的预期要持久的多 因此经济的制定者必须思考 这些变化是否会持续下去 以及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经济 你看这段话 为什么LT高度评价这段话 你看我们生活的周边 或者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看到的一些专家 他们对他们发现的变化 都是斩金截铁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种变化 是不是意味是一种永久性的变化 你看到这个变化是没有错 但是你这种变化是不是一种趋势 那么一般的专家就认为 我看到的变化不仅是代表现在 而且就是一种趋势 那么这个就显得非常武断 也不科学 所以拉加德这句话 他就显得很聪明 尽管我发现了三大变化 但是我也不确定这种变化 是不是永久性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这三大变化 对现实经济的影响 比当初预期的要持久的多 你比如对通胀的判断 你看最著名的美国产生部长 耶伦就判断错了 他去年说最多两个月 已经弄了这快两年了 那么面对这三大变化 他实际上是给经济 以及经济的政策的制定者 带来的是一个什么实际反应呢 就是国际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是具有不确定性 不稳定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 不确定性的环境 那么作为央行的行长 应该怎么来做呢 你看他不光是找问题 我们现在不缺发现问题的人 现在这个世界就缺乏 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的人 那么拉加德呢 他就提出来 我怎么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既然出现了三个变化 给环境带来不确定性 那么他应该在不确定性当中 找出怎么确定性的措施呢 你不能说外界不确定 我作为央行行长 我就躺平了 像习主这样的 你那个发大水了 我也没招 那只有躺平 这个不行 那么拉加德说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 他要做三个有确定性的事 做哪三个呢 他第一 他要明确的判断通胀前景 这个是央行行长 你必须做的 你不能说不确定性 那我也不知道通胀涨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判断通胀的前景 第二 你一定要深刻的了解 潜在的通胀的动态 因为你现实不断发生变化 你不能够忽略 眼前的一些变化 要潜在的通胀动态要掌握 这是他要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呢 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强度 就你可以制定货币政策 但是同时还要考虑 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当中 这种强度的递减 或者强度的加强 这个是可以确定性要做的事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 他要选择重点 在这三个方面来努力 做一些确定性的事 那么拉加德后面 他就进一步解释 他的这个想法 他说政策的制定者 需要保持谦卑 继续努力改善央行 对中期前景的描绘 也应该清楚央行的局限性 和政策所能实现的目标 拉加德在演讲最后 他表示 对于今天所面临的世界 没有预先存在的剧本 因此 政策的制定者的任务 是写一个新剧本 那么他还引用 著名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的一句话 作为演讲的结束 那么这句话呢 LTE也认为 网友们呢 值得琢磨一下 或者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警句 那么凯恩斯的这句话内容是 困难不在于新思想 而在于摆脱旧思想 这句话还是非常值得网味的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很勤奋的工作 很努力的在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是凯恩斯这个观点呢 他解释在哪呢 就人们呢 捕捉一个新的思想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往往在接受新思想的时候 你很难摆脱你的旧思想 对你的说服 或者是禁锢 这个是最难的 所以通过我们以上的分析 LTE感觉呢 我们有时候在学习这些专家的演讲啊 大家的演讲 更多的要学会他们这样一种啊 思考问题的方式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CNN今天的一个采访报道 俄罗斯瓦格纳的这个老板 普里格金死亡之后 现在全世界舆论呢 热点呢 焦点就放在是 谁杀死了普里格金 首先是没有人认为是一次 偶然的机器事故 或者是空难 那么包括俄罗斯的舆论 包括西方的舆论 都认为普里格金是死于非命 那么究竟是谁干掉了普里格金 那么西方舆论的矛头指向普京 普京昨天他自己也出来声明 不是他干的 然后昨天呢 普京的这个心服 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发言人 佩斯科夫 也出来解释说 西方啊 推测说普京干掉了普里格金 那是谎言 就再次否认 今天白俄罗斯的总统啊 出来讲了一番话 大家听一听 看他是怎么认为 谁干掉了普里格金 今天白俄罗斯的总统 卢卡申科 他接受白俄罗斯国家 他通讯社的采访 他通过他自己的通讯社 要对全世界说几句话 他说 我两次警告过普里格金 要小心他的生命 你看 这个是 这个是 卢卡申科啊 他向外传递信息的核心 就是说 我两次警告过普里格金 那么他是怎么警告的呢 他第一次啊 说当时在兵变发生之后 普里格金呢 正率领队伍呢 游行走向莫斯科的路途当中 他说 我第一次就给他打电话 他说 我告诉普里格金 你 你明白吗 你会毁灭你的人民 也会毁灭你自己 那么普里格金说 你就说我要死 那我就死 我该死 那么这个对话呢 卢卡申哥认为 是他第一次警告 普里格金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这个兵变呢 你最后你肯定会把你自己的命送掉的 那么 言外之意呢 他会受到镇压 会受到普京的镇压 这是第一次 他说他警告 普里格金呢 有生命威胁 那么第二次 是在兵变结束以后 卢卡申哥呢 与普里格金 在一次会议上 他第二次警告 要小心他的生命 那么这次谈话呢 不仅普里格金在场 而且 瓦格纳的二号人物 乌特金 就长得那个凶杀恶神 身上有纳粹那种 标志的纹身的 他的二号人物 也是创始人 乌特金也在场 那么当时 卢卡申科与普里格金 谈到了他的生命安全 因为普里格金 担心他的生命安全 那么卢卡申科呢 就向他建议说 你如果担心你的生命安全 你就当面 直接与普京交谈 他说至少 你们在白俄罗斯 我是绝对保证你们安全的 卢卡申科继续说 他说 我当时告诉普里格金 说如果你害怕什么 我会和普京谈一谈的 我们会把你送到白俄罗斯 我们保证你的 在白俄罗斯享受充分的安全 那么卢卡申科又接着说 普里格金从来没有要求我 单独的保护他的安全问题 那么这是他今天呢 对外谈话的重点 就他两次警告过普里格金 后面我们再一起分析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今天卢卡申科找来 他自己的通讯社 他讲的第二观点 就是说 无法想象 普京是普里格金死亡幕后黑手 卢卡申科说 我不能说是谁干的 我甚至不会成为普里格金的律师 当我认识普京 就其他不太复杂的问题 做出决定时 他是一个谨慎 非常冷静和节奏缓慢的人 因此我无法想象 普京会这样做 他如果这样做 会受到责备 那么卢卡申科进一步说 他就此而言 就这种暗杀的方式 过于粗糙 不专业 那也不是普京的水平 对卢卡申科今天呢 突然冒出来讲这么两段话 LT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不知道网友听了什么感觉 LT感觉第一反应 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首先第一 你看你听他这个逻辑 LT感觉这个卢卡申科脑子 不是太好用的 他首先逻辑是 我两次警告过 普里格金要注意安全 你看他两次警告 警告是谁要杀普里格金的 你看他两次警告 要杀普里格金的人呢 都是普京 你看第一次游行过程当中 说你如果继续游行呢 你命都会丢的 那么当时普里格金说 我死了就死了 无所谓 那么当时是谁要杀 普里格金呢 显然是普京 这次你看他 正是第一次警告他生命的时候 潜在的杀普里格金的人呢 是普京 第二次就更明确了 第二次是他们在一起谈 普里格金开始担忧 他的生命安全了 那么 卢卡申科说 那有什么好担忧的 你如果要担忧的话 那不就是普京要杀你吗 你让普京要杀你 你当面跟普京去讲啊 讲清楚不就完了吗 你看他这两次警告 他实际上呢 他又间接的承认 就两次都是普京 想杀普里格金 那么现在普里格金 死了 那么谁会杀普里格金呢 首先要找 企图杀普里格金的人 有动机杀普里格金的人 正好 卢卡申科人家 今天这个谈话 普京至少有两次 想杀普里格金 那当然 让普京成为啊 最值得怀疑的凶手 那么他第二个方面讲说 也不会是普京杀的 为什么不会是普京呢 两个理由 第一 如果普京杀的呢 他会因为这件事受到责备 普京什么时候怕人责备了 第二 他说这种杀法呀 不专业 那专业的应该怎么去杀呢 就像前天LTV网友分享 美国情报机构的分析那样 普京如果用他很专业的手法 去暗杀 毒杀了普里格金 那么普京呢 解脱不了他的内豪 亲死内豪 解除不了他担忧的事 因为瓦格纳还有乌特金 还有他庞大的一万多人 在白俄罗斯的 那那些人造反 对普京来讲是个大麻烦 所以普京一定要寻找 对瓦格纳高层一锅端的这种行为 也就是说集体处决 那么怎么能够集体处决呢 瓦格纳又是个军事组织 所以找到了这一次 所有的高层都在一架飞机上 来做集体处决 是普京的最佳时刻 那么从目前来看 你说他不专业 他怎么不专业 至少你外界 你无法取得普京杀了瓦格纳的证据 你比如说 美国情报机构排除了导弹的袭击 那么剩下两种在飞机按炸弹 或者在飞机做了手脚 这个谁都查不清 如果普京把这个事捂住 谁都不知道真相 所以这个怎么不专业呢 所以说你看通过 卢卡申科 今天这个谈话呀 LT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达到的宣传效果 还是他亲自证实 普京有杀普里葛金的动机 所以LT曾经在普里葛金死亡的这个当天 曾经在推特上开了个玩笑 说下一个被干掉的很可能是卢卡申科 因为当时还没有看的 当时卢卡申科还没有讲今天这番话 如果今天这番话讲了 假如葛金都想干掉这个卢卡申科的 这个帮忙啊 有时候帮盗忙 猪队友 当然他会不会也是内心深处 也有对普京的恐惧和不满 让他这样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来 这些对普京不利的这些言论 这个可能是一种深层次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啊 目前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反核废水运动 这个是中共出心积虑 发动了一次中国国内的运动 因为这个对日本没有什么影响 对国际也没有什么影响 这更像是一次关门的 整风运动关门的这个文化大革命 这个自由呢 是因为日本从24号开始 向海洋呢 排出辅导核电站 受到核污染的这个冷却水 那么尽管这个冷却水呢 是经过去辐射的处理的 但是呢 中国官方的对日本政府的这个决定呢 是非常不满 那么中国政府的也没有去选择一种啊 有效正常的方式与日本方面交涉 出人意料的是呢 中共的在中国国内发动了一场啊 声势浩大的这种民粹运动 也就是说官办义和团运动 这个失传了很久的游行所 哎又出现了 我们来一起来看看中国的这种啊 低智低智力的这种运动啊 或者中国这次国内的这种文革性质的这种运动啊 看看进行的什么样 我们可以先分享啊 三个方面的新闻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你看已经到有什么程度了 荒唐到什么程度了 第一条新闻呢 是全国政协委员 爱国的网红作家周小平 公开向全国政协提案 两个要求 第一要求中国政府 暂停中国大陆游客 到日本去旅行 因为这个中国刚刚恢复旅游团队到日本旅行 那么这个他要求立即暂停 第二呢 要求中国官方把日本的福岛名字给改了 目前日本的福岛是幸福的福 那么他要求把幸福的福改成福色的福 改成新的福岛 把日本的那个地名给他改他 那么周小平的这个建议嘛 在中国也引起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争论 有些人赞成 有些人不赞成 但是他作为全国的政协委员 作为正式的提案 这是一场政治活动 你看这是一个新闻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场运动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新闻呢 也很有意思 因为中共的发动人民群众 中国人民呢 他还真是吃中共这些套 一点就着 你看中共他不去日本教室 他跑来在国内煽风点火 但是这个火一烧烧大了呢 中共又开始灭火 所以你看第二个新闻就很有意思 中共马上要控制火事了 这点起来的火呀 可能烧的太旺了 就超出了中共的预期啊 那么这个灭火的新闻呢 是今天中国很多官方媒体都报道了 由于散布谣言 又死上百人接龙排队抢盐 西安商家遭罚 你看在党的号召下 人民群众啊 都相信了这个日本这个排这个核废水啊 这个很危险一件事 那么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呢 大家都抢盐 现在抢盐也不对了 那么现在党中央啊 要决定要抓这个造谣的人 那么8月25日 西安卫央警方接到民众的举报 称有人通过社交群组发布 为啥都来抢盐 今天日本正式排放核污染水 污染整个海洋 大海被污染海盐就不能吃 囤盐了 肯定要涨价 哎 你看他这个消息 你说他能错到哪去呢 因为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源会污染整个海洋 这是党中央说的 大海不为污染 海盐不能吃 这也是党中央说的 你说他这个算什么谣言呢 他这个谣言无非是说要抢盐了 囤盐了 肯定要涨价 那么你说这个 他说这个要涨价 这个能错到哪去呢 他作为一种判断 因为之前人们吃的盐 有矿盐 有海盐 那么现在海盐突然不能吃了 只剩下一个来源了 按市场规律来讲 这个说要涨价 这个能错到哪去呢 那么有人发了这么一个贴文之后呢 引发群众 真相构言 那么警员呢 警察呢 随即出动 逮捕了散布谣言信息的刘某 那么这个刘某呢 是当地某生鲜店铺的老板 经查 刘某 利用日本向大海排放污染 和污染水事件 在多个社交群内 发布不实信息 诱导不明真相的群众 排队购盐 以提高店铺的销售额 结果 短短数小时 就有上百名群众 排队抢盐 严重扰乱了市民的正常生活 那么西安 未央警方 最后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相关规定 对流氓予以行政处罚 警方又提醒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请广大网友 依法依规文明上网 不造谣 不传谣 不信谣 自觉抵制 网络谣言 你看这个 西安警方应该去把中央电视台那几个女主播给抓了 或者直接是去把习近平或者李强抓了 因为这些 说污染大海 污染全世界大海 这个是党中央说的 这个怎么跟成小贩 怎么成店铺的老板 他制造的谣言 所以这第二个新闻 你看 这个就是中共点火 火烧的太大了 中共也开始灭火了 但是你看他灭火 他不去找那些放火的人 真正放火的是中共 第三条新闻 也很有意思 大家就来看这个荒唐的运动 怎么在发展 这也是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说日本排污入海后 中国渔民直播间遭到网报 渔民呼吁 就打鱼的 渔民呼吁 离忘理性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8月24日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 和污染污水排海后 多个中国渔民直播间出现大量不友好的评论 有主播当场情绪崩溃 有人说回家吧 主播你现在是在害人 朋友们为了安全 不要去买这些东西 就8月26日一早 在浙江象山 一位渔民的直播间 数名网友连续在屏幕上打出出如此类的评论 那么这些卖鱼的主播也很无奈 不断冲着镜头解释 现在真的没有污染 我们这里是近海 现在的话 三个月内都没有事的 宁波发货 直播的冲突 主播多次表达自己对这些恶评的影响 没有动力直播了 也多次让网友理性不要带节奏 但看到你现在是在害人这条评论时 主播忍不住反击 我现在哪里在害人 哪里在害人 那么这位叫王朱的女主播呢 说她老公从17岁开始捕鱼 是真正的海边渔民 从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 说她没有什么文化 不怎么会说话 直播间这么多恶评 她也只能甘着急 那么一位来自广东茂名的 垫白的小渔村的渔民告诉记者 自己有十年港海打鱼的生活经历 以海为生 他表示 如果不能卖了就转行 所以你看这次生死浩大的这种 反核污染海水运动 你看最后弄得造谣的造谣 这个渔民卖鱼卖不了 卖不出去卖不出去 你看这变成一种自残了 那么通过以上三条新闻 我们看到了这一次 中共发动这场运动的荒唐 那么我们今天来理智的来分析一下 就中共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因为你作为中国人 你看到中国这么荒唐的 这个全国的这样一种闹剧 LT站在美国 看中国今天的是一幅什么形象呢 大家看夸不夸张 就是非常典型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就发生跟人家发生矛盾了 在家里边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有本事到人家门口去 一哭二闹三上吊 那可能还有点作用 这个不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的一些 非常愚昧的一些 婆父做出来的事 那么有些网友会说 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我们对日本这个海水 污染了这件事 感到害怕 感到担忧 我们抗议怎么就不行呢 这个是没有问题 LT之前一期视频也讲了 就这种担忧 或这种不满 完全没有问题 是本能的 是正常的 尽管你说日本人坚持 他说没事 你不相信日本人 这个也是完全正常的 那么不相信日本人 又感到担忧 还有没有其他 更理智的方法呢 或者是更成年人的做法呢 就不像目前这样 关起门来 一窟二闹三上吊 就有没有一些 更理智有效的做法呢 这个坦率来讲 我们除了不能完全是取笑 或者完全是批评 你这样的话 会让中国有一些啊 底层或者文化水平 比较低的人 他们无法理解 他们永远看不到真相 所以说我们 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 还应该有责任 有义务呢 来了解 了解以后呢 向更多人来宣传 至少中国官方啊 可以做四件事 就不像现在 忽悠中国的老百姓 自相残杀 来影响中国的 海产品 水产品 去抓中国的 什么造谣的 那都党中央造谣 怎么抓起人家 那个卖炎的造谣 就是按大人大事 理智的做法 至少有四件事可以做 第一件事呢 是像韩国人这样 你不是不相信 日本人的那个 没有污染吗 或者你不相信 日本人公开的数据吗 我自己去检测 那么韩国与日本协商之后呢 日本允许韩国派人 在200个海洋点位 开始水质监测 你这个不就行了吗 我一旦监测出来 我就要向你日本提出来 抗议警告索赔 这个日本也同意 而且在日本的近海 日本官方破例 同意韩国去做检测 你看这个不就完了 你说他有减 有污染 不相信他的数据 你自己来检测行不行呢 那么日本也邀请了韩国 也邀请了中国 但是韩国人家去检测了 向韩国人民做一个交代 中国拒绝去 既怀疑数据不真实 人家同时也不愿意去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还非常可笑 人家今天问 你看日本今天数据公布了 你看这个数据是合格的 没有危害健康的污染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说 才两天 这个不算 你不相信他的数据 人家邀请你去做 而且韩国人就这么做的 你中国又不做 你这是不是胡搅蛮缠呢 所以这是第一个 可以去参与这样一个检测 第二件事呢 也是中国官方可以采取的措施 按照相关的国际法 中国有权在日本正式排放前 来起诉日本 并要求暂缓排放 因为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 各个国家向国际海洋法庭 可以申请禁止令 来阻止核污染水的排放 这个是联合国海洋公约上面的 是明确允许这么做的 那么中国要这么做呢 也很容易 就中国只要再拉一个其他国家 就可以来起诉 那么中国说我周边 韩国又跟中国关系不好 或者菲律宾跟中国关系不好 台湾也拉不上 那你可以啊 你就哪怕去拉巴基斯坦 也没问题 他也可以拉朝鲜都行 或者柬埔寨缅甸 俄罗斯都行 你只要联合至少一个国家 就可以提出这种起诉 但是中国一个国家没拉着 或者中国他也没有去拉 那么这个依法的渠道 中共他也放弃了 你看第一检测他不去 第二依法起诉他也放弃了 那么第三 中共组织这个所谓的中国科学家 测算出来 福岛的核废水啊 240天以后就会漂到中国 那么240天以后 也就是8个月 8个月以后就会漂到中国 那么这个呢 你就给中国啊 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就8个月以后 也就是说明年4月份 那中国的海产品 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呢 中国的这个海产品行业 是不是要全军覆没呢 因为你现在说的是 240天就会漂到中国进海 那么你做这样一种宣传呢 它的目的是要激发 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怒 你看这日本人在害我们啊 他们排水 不光排在他们家门口 他们会倒霉 但是240天以后 就要漂到我国来 那240天以后 漂到我国就对我国造成了伤害 所以中国人民呢 不是共产党挑拨利坚呢 确实是日本人想害死我们呢 哎 你看这人民群众 一点就着 一分填膺 那么你这种宣传 你中共240天以后 将会怎么执行呢 所以说理智来看 就这这件事 这个宣传呢 他在给自己下套 在给自己挖坑 这件事是不能干的 至少官方应该改变这个说法 否则的话 你会把整个中国这个行业会毁掉 那么昨天有一个外国记者 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外交部发言人显然 哑口无言 人家就提问说 哎 你们官方宣传 说日本这个污水啊 是有核污染的 而且流到哪会破坏到哪个国家 也就是说这个核污染水啊 他不仅是污染他日本 他流到韩国 对韩国也会伤害 流到中国对中国有伤害 流到美国对美国有伤害 那么人家昨天记者提问 那既然按你这个逻辑的话 那你是不是未来不光要禁止日本的海产品 就流到哪个国家 就要禁哪个国家的海产品 那么下一步按你的说法 下一步第一个就要流到韩国 那是不是马上进韩国的呢 那下一步要流到中国 是不是要进中国的呢 然后还流到美国 流到加拿大 是不是美国那边的海产品 也要禁止呢 禁止销售呢 这个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就不知道怎么答了 因为他那个脑容量啊 可能考虑不到这么多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 第三个方面 给自己啊 挖克人这种反科学的造谣 最后给自己带来麻烦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就中国啊 他除了派监测点 除了可以去起诉 除了停止这种造谣 什么240天到中国这种造谣 他还可以做一些事呢 可以与日本谈判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 他要求日本做一些补偿 比如要求日本公开一些 河水排放的相关资料 派遣些常驻人员 去检查他的河废水的排放 就到福岛去派 中国派专门检查人员 住福岛去检查 就这些呢 都还是可以做的 可以通过谈判 是有可能达到的 但是中共呢 他根本就不想 来面对这些问题 也不是真正的在防止 这种核污染的发生 就是一窟二到三上吊 但是你一窟二到三上吊 像外交战狼 那也没问题啊 你们像风狗一样 到国家去叫 中国人民过中国人民的日子 也没事 但是你这一次是关起门来搞运动 关起门来吓唬中国人 弄得中国人民这样的坐立不安 抢言 所以这就是这个运动啊 是中共建政以来 最弱智的一次群众运动 因为对日本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把中国人民折腾的 神神经经的 所以今天做这样一种分享 是希望我们用更理智 更理性的观点 来看中国的这一次啊 爱国主义运动也好 或者是反日运动也好 实际上是在欺辱中国人民的智力 当然LT也看到 有相当部分中国的民众 中国的网友 是感到羞愧的 对这样一种无脑的 这样一种玩弄中国人民 智商的运动啊 是非常不屑的 但是很不幸 又有另外一部分中国人民呢 又吃中共这一套 所以你一方面同情这些 被中共玩弄的这个中国民众 同时呢 也希望他们能够警醒 就像之前西安那个忧心所砸车的人一样的 最后还是自己倒霉 你跟着这种无脑的煽动 跟随中共这样一种无脑的挑拨 最后倒霉的是自己 所以还是要增加一点的常识 还是要有一点点逻辑 去思考一些问题 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 LT感觉呢 最好的经济学 或者最好的经济学家 他还是关注普通人的生活 关注普通人的感受 你离开了普通人的生活 普通人的感受 去谈那种经济学啊 效率和意义都会大打折扣 那么今天看到上官新闻的一篇报道 LT认为是今年以来看到的最好的中国媒体 报道中国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报道 不知道这个记者是不是经济学出身 但是他这种报道的逻辑上来看 是水平非常高的 他首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现实 就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 今年中国消费的状况 他恢复到2019年的同期水平 这是他第一个经济学的结论 就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都保持了正增长 整体消费基本恢复到 2019年同期水平 这是一个结论 第二呢 他报道 从通货膨胀的数据来看 就CPI的增长趋势来看 居民的消费欲望呢 又呈下降的趋势 反映出来居民的需求下降 这个官方也承认 消费不挣 欲望不高 特别是7月份 通货膨胀的还下降0.3% 这是他讲的第二个结论 这两个结论就发生矛盾了 一方面 你从消费数据来讲 他又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就有反弹 但是从消费现实来看呢 人们又没有消费的欲望 消费需求又不正 这个怎么解释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当然我们可以闭着眼睛说 中共的数据造假 但是出了我们想象中的数据造假 我们在现实当中 能不能找到一些证据 就究竟问题出在哪 那么他这个报道 他就有些采访 他其中呢就采访了一位刘姐 是上海静安区威海路 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娘 这个刘姐说 他感到很纳闷 大家都在报复式的旅游啊 吃喝 为什么唯独不爱买衣服 已经一周多没有开单 做这一行20多年 今年算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 你看这是个卖衣服的 就他也是听着别人说在反弹 他也看到有些行业的确很火爆 但是他做一个卖衣服的 他就是卖不出去 而且20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比疫情期间还糟糕 那么他这个报道又引述了一位很小资的 上海这个金融风险管理师 这算是个白领 叫王成 那么王成呢 他也讲了他的生活 他说他今年呢是消费降级 但是呢说好听点叫精致的生活 就能精简的就精简 他的消费策略呢是花小钱买大快乐 那他具体的消费呢是在服饰 护肤方面开销大幅度缩减 就原计划买服装5000元 护肤方面2000元 但直到8月份 他买衣服呢 花了不到1400元 护肤呢几乎是零开销 仅有16元 所以你看那个刘姐衣服卖不出去就在这 原计划花5000的 现在只花了1400 那么这个王成他讲 他今年消费最大头在哪呢 旅游 他说在家防疫憋了三年 那么旅游这个不能省 所以说出去旅游也是王成 今年唯一超预算的项目 7月份王成到海南三亚度假 消费超过1万元 那么这个报道他说 你看这个刘姐和这个王成呢 他们就有很强的代表性 他能够比较经典的能够反映 中国今年的这个消费形势 那么这个报道进而他通过他的调查分析 他们认为今年中国的消费形势是个什么形势呢 就相比往年 今年呢 在服装消费 手机消费 住房消费 比以前呢都少了 或者说消费下滑了 包括家电 家具 建筑 装潢类 那么中国官方的数据呢 是与家电相关的这些消费呢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6% 那么家具类的消费更惊人 就中国家具类的消费 今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3% 不买家具了 因为他不买房了啊 不更新了 家具也少了 所以这些是大幅度下降 但是为什么总体上消费 他又增长 又恢复到2019年呢 他有三个方面 的确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 就哪三个方面 报复性反弹呢 第一是旅游 旅游中国呢 今年上半年 报复性反弹 他同比增长63.9% 这个的确是报复性反弹 那么这个与美国的现实 也是吻合的 就美国人呢 在疫情结束以后 最疯狂的是 就出去旅游 第二个报复性的反弹 电影院 这个呢 在中国表现的很突出一点 美国也有一点反弹 疫情后电影 但是不像中国这样 中国不知道为什么 电影市场啊 反弹的特别厉害 这个原因嘛 希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 来解释一下 第三个 从数据上能够看到 报复性的反弹 就是新能源汽车 就今年上半年 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42% 那么这个反弹呢 这个上报报道呢 他也解释 伴随着价格战 伴随着各个地方 政府的补贴 但不管怎么样 新能源汽车 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 所以你看通过 他的这个报道 我们就能够对 今天中国这个消费啊 有一个很直观的理解 人们在服装 化妆 在家具 家电 厨房 这些消费上 比以前更加谨慎了 甚至比以前呢 要消费降档了 那么在旅游 看电影 买车 似乎又比以前呢 又开销更大了 但是呢 就像我们第一条 与网友分享的 这个拉加德的这个 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一样的 就这种旅游的反弹 能不能持续 或者买车的这种反弹 能不能持续 他如果不能持续 那么其他目前下降的 会不会又形成增长 比如说 人们又会增加服装的开销 增加家具 增加购买的房子的开销 如果不能够增加 那么你这个反弹的趋势 又不能维护 那么对未来消费的前景 那就很容易推断出来一个 不乐观的这种前景 所以通过我们分享 这个报道可能让我们对 今天中国人们的消费心理 以及消费市场的现实 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和理解 LTE感觉通过这个报道 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前景 可能要更加谨慎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